盘子草莓农许明星将草莓当中的苹果及蜜香品种杂交 历经五年的研发最近是推出了优雪新品种 农友表示优雪草莓相较于一般市面上的香水草莓 比较耐雨水冲刷不容易烂果 而且香气甜度跟颗粒都往上提升 今年大面积种植上市最近进入了盛产期 把草莓切拌放在一起一边是香水品种 另一边则是优雪品种 从外观到果肉高下立刻分明 这是盘子一位草莓农研发五年的成果 香水是现在最大量在种植的 它比它甜也比它硬也比它香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说下雨 一般的草莓是下雨两天 它几乎都会裂果会白雾化 这样在市场上只要下雨就比较没有商品价值 这个优雪可以抵挡雨水大概四天左右 我们适种选种完以后还有六十几种的品种 在这六十几种在育丸苗以后再搬来这边适种 这样种完大概也种了六分地 农友许明星表示他将草莓中的苹果和蜜香品种杂交 培育出新品种优雪 相较一般市面上的香水草莓 比较耐雨水冲刷不易烂果 香气和甜度高果粒也比较大颗 今年开始大面积种植 预计年后到三月左右会是盛产期 用五百颗的食生苗来做比较 那不好的我们就会一直淘汰 那可能五百颗里面留个十种 比较优越的 那仔细的再做试验 再做示范 那把最好的再选出来 这算是我跟爸爸的一个梦想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国外的那个草莓一直在进步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台湾的那个草莓呢 能慢慢的也可以那个跟上国外的脚步 农友强调国内草莓以风香和香水为大宗 但近年来气候异常多变 让植株弱化培育困难 因此希望将优雪品种推广种植 维持草莓圆的一定的品质和产量 记者李江大中 草道